嗨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魅银 冰淇淋六代的官方预告出来了 那么这个预告应该就是冰淇淋六代的开场动画 在动画当中 首先是小杰和麦克的一段剧情 两个人一起在看监视器 关注到的厨房位置 并且认定丽丝就藏在这里 麦克还狠狠地舔他一把 认为丽丝躲在这里的原因 是因为他和糖果一样的甜 这个时候小杰听不下去了 对麦克狠狠地吐槽说 查理有可能就在这些糖果里面 把麦克吓得不敢说话 不得不说这一次官方小幽默了一把 把整个游戏的恐怖气氛给冲淡了不少 然而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接下来小杰和麦克在监视器中 看到了查理的身影 然后画面就转到了查理这里 查理躲在厨房的一个很小的房间里 从左边可以看到一个通通管道 开局应该就是从这里钻出来 它的右边是一个控制室 正前帮是一个巨大的冰淇淋原料处理装置 那么这个房间的布局 其实与我们之前看到的宣传图是不同的方向 准确地说 就是我们看到的厨房的左边房间里面 而且这个房间和冰淇淋原料处理装置 都是之前没有曝光的 官方隐藏的真的很深 接下来的重头戏 就是罗德厨房机器人的厨厂 外形果然有了很大的突破 腰间还挂着一把钥匙 而且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马蹄 不知道它的这个形象会不会被审核掉 反正我先是把原版给放上来 如果过了审核就还行 不过审核的话就有些麻烦了 虽然马蹄是个机器人 但是模型比起其他的罗德机器人要完美的很多 并且它的口中有一个导管 身体里面还有一个巨大的储存罐 查理在看到它之后决定想一个计划 然后我们的游戏就这样开始了 预告还没有完结 在结尾的部分 官方放出了一个接冰淇淋球的小游戏 应该是获得某种解谜 或者通关道具的方法 按照查理的背景设定来看 应该还会有几个这样类似的小游戏 不是像之前的游戏一样 只需要寻找道具那么单调 不过两种游戏方式各有各的好处 不知道你们是会喜欢哪一种的 那么最后确认一下 12月17日冰淇淋六代就会发布了 我们大家一起期待一下吧 最后我们再放上老板的完整的官方预告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不过是查理吗 对 查理 对 查理 i think i think i need a plan